德國作為歐洲汽車工業中心 近年積極轉向電動車發展 不過買氣卻不如預期 德國今年公布一到六月份銷量 上半年總掛牌數達一百四十多萬輛 較去年同期成長百分之五點四 不過電動車卻大幅衰退百分之十六點四 其中又以特斯拉暴跌最慘 跌了百分之四十一點六 凸顯德國消費者越來越少人買電動車 與此同時中國趁勢嗅到商機 積極外銷至他國提升銷售率 大大提升擴展需求 中國電動車技術競爭力之強 讓歐美國家出招加徵管稅 但仍然難以阻擋中國車企 見縫插針布局海外 有分析指出在深耕東協市場 強佔南美市場之餘 非洲多國開放政策的助推下 中國電動車企正準備開拓 非洲這一新興市場 其中比亞迪非省油的燈 他不僅特意避開風險過高的國家 導致一輛比亞迪汽車在非洲價格便宜的驚人 日經亞洲報導預估明年中國電動車產能過剩規模 將直逼近兩千萬輛 引發全球車商惶恐 擔憂更多國家淪為中國電動車商 輕盜產能的目標 三零新聞事故林志祺綜合報導